好的,上一集我有和你们分享到关于买房子以后需要买的这一个insurance是什么 当然有fire insurance, MRTA和MLTA 那这一个fire insurance呢,你可以向银行购买 或者是有你们认识的保险中介的话 你们也可以向你们的保险中介去购买这个fire insurance 当然还有MRTA和MLTA 那什么是MRTA呢 MRTA就是Mortgage Reducing Terms Insurance,地检室的 怎么叫做地检室呢 就比如你买一个房子500千的话 那如果供了10年,还剩下450千 如果这10年突然间不幸发生这一个TPT终身残废 Total Permanent Disability或者是死亡的话 这一个保险公司就会赔出还欠银行的450千赔给银行 那这一个财产就是房子就是属于你家人的了 如果刚好也是有做到这一个遗族的话 然后呢如果是买MLTA的话呢 MLTA就是Mortgage Level Terms Insurance 就是比如如果你买这一间家是500千的保障 然后呢也是同样的在10年工了10年突然间也发生了意外 然后他还是保险公司会赔回500千 然后出来450千是还给银行 还有多余的这个50千可以拿回这个Cash Value 所以分别就是在于 一个是保障保给银行的 另外一个是保障可以保给银行和你的家人 那当然第二刚才有说过 通常一般上是最低可能可以一个5年 他会跟着你的期限 如果你刚好买MRTA 你只是保5年 但是你的这一个贷款和银行贷款是30年 如果你忘记买了 忘记继续再买第6第7年呢 不好意思 你刚好真的是发生什么意外的话 保险公司不会做出任何的赔偿的 因为你只是保一个5年而已 所以记得要查一下 你们的MRTA和银行购买有没有买足够 那至于这个MLTA呢 它是跟着你的Sum Assure 看你买的这一个保费是多少咯 如果你买这个保费是500千 只要你没有断保你继续供的话 你就是可以享受这一个Protection的 还有MRTA呢 它其实是不可以transfer to any benefactory的受益人 因为它的受益人就是银行咯 当发生什么事情 保险公司就把这一笔钱赔给银行 就是这样而已 但是呢 MLTA呢它有一个好处 它可以transfer给 any benefactory你要的任何一个受益人都可以的 好 如果你买MRTA的话呢 如果你买这一间夹 然后如果你卖了这一间夹 它的保障只是在这一间夹而已 如果你买第二间夹 你第二间夹必须要重新再买 它没有保障到第二间夹的 加多另外一个500千买多一份就可以了 所以哦 它是可以跟着物质跑的 当然我要在这一边和你们讲的是 这个MRTA呢它的Premium会比较低的 不比MLTA来的高 MLTA老实的说 它的这一个保费会比较高的哦 那有人说MRTA可以拿回钱的嘛 它没有cash value的 它并没有cash value 但是MLTA不一样 它是有cash value的 如果真的是生意上资金周转不来的话 这一个也是有所帮助的 它除了有这一个保障 protection 然后还有这个储蓄 还有cash value 那有人问我 小林 这样子如果我买物质 要买MRTA好呢 还是MLTA好呢 其实看个人而已 看你们的财务状况 你们的手头上 你们每一个月经济许不许可 那如果觉得不想每一个月 套这么多钱去环保费的话 那你们就买MRTA咯 但是呢MRTA哦 它一般上如果你买房子 它会加进你的loan里面 它会跟interest一起加下去 然后每一个月你可能就要给多一点点哦 不像MLTA MLTA呢 其实你必须每一个月好像买保险这样子 就是要给如果你买500钱 可能大概是一个200多块每一个月 看你们的经济许可 为什么我要在这边分享关于MRTA跟MLTA呢 如果你们有小小的一个知识 你们知道那你们就可以分析 你们到底要买哪一种 不是人家灌输你们还是忽悠你们 叫你们买什么你们就买什么 所以没有一定的只有看你们的经济许可 所以在这一边我会分享很多的这一个关于房产的小小知识 让你们知道 让你们买房子不会买的这么压力 然后轻轻松松可以知道自己可以有能力 可以范围公道的房子和买保险可以买到多少的保额保障 好的现在我要呈现一个chart给你们看 这个chart就是给你们看这个MRTA和MLTA的 同样是28岁的人购买 一个买MRTA一个买MLTA 那他们的这一个property value是500千都是一样 然后他们借90%的 那他们的coverage是450千 因为他们借90%嘛 那他的interest就是6%同样 然后他们这个premium MRTA他是一次过信要给的 然后他就给了11,695块半 然后这个直接finance进去他们的这一个loan里面 至于MLTA呢 那他可以分为年给或者是每一个月来给的 这个就是他们每个月需要给的一个保费 那同样的他们的这个30年的cost for MRTA总共给了11695.50 但是呢MLTA呢你看相比之下 他如果给30年他总共会给了122,445块 是不是很多呢 但是你要看下面 这一个MRTA并没有cashback的 如果30年供完了以后 没有发生任何意外 他什么钱都没有得拿回的 然后他是奔完的 但是MLTA不一样 他如果30年以后呢 他可以拿回这个184,383块 就算他已经是供了122,000 但是可以拿回184,000 是不是可以当这个储蓄呢 你们觉得 同样的如果这个真的是发生终身残废的话 TPT的意思就是刚才我说的 Total Permanent Disabilities 那这个MRTA呢 他就会赔出4111,000 然后这一个MLTA呢 他就会赔回总数450,000的 那这一个当真的是不幸死亡了 然后这一个MRTA也是一样赔4111,000 但是MLTA呢 他也是会赔回450,000的 就算这个property还欠银行大概300,000 他还有一个cash value给回你的家人的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表 可以给你们知道它的区别在哪里 希望你们可以了解到这个MRTA跟MLTA了 我不知道在这一边有没有帮助到你们 如果真的是有帮助到你们 请你们继续观看我接下来的影片 会分享更多的知识给你们 还没有subscribe我的 记得subscribe我 还有哦 记得按旁边的这个notification 谢谢你们的观看 留守到最后 拜拜 感谢观看